嗨大家好 2021年3月1日 中国商飞国产大飞机C919客机 获得了全球首个正式购机合同 中国东方航空有限公司采购5架 年内即将完成交付 东航也将成为全球首家运营C919大飞机的航空公司 14年前 2006年C919大飞机正式立项 2008年中国商飞成立 2015年11月2日 C919首架机正式下线 2017年5月5日 C919第一次离开地面首飞成功 4年后的2021年迎来国产大飞机的第一单 C919CGChina 第一个9象征天长地久 19既指最大载客量为190座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 C919此前不是传出消息 已经拿到850架订单了吗 怎么现在才签第一单呢 原因是这样的 之前的那800多架可以理解为 异象型订单和框架协议 并不存在预付款和具体交付日期 更多的是宣传和支持的意外 这次就不一样了 这可是实打时的订单 那么首单前程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国产大飞机C919 就可以在国际上展翅翱翔 与波音和空客 正式展开ABC的大混战了呢 还不行 因为一架民航机想要投入市场 必须拿到航空机试航证 那么什么是试航证呢 试航证就是由试航当局 根据民用航空机合格审定的规定 对民航器颁发的证件 证明该航空器处于安全可用的状态 简单来说 一架飞机想要商用 就必须先办证 这就像给一辆汽车上牌照一样 那么是不是任何国家 都可以颁发这种试航证呢 原则上是的 但是由于只有几个国家 有能力制造 如波音737 或空客A320 这种中大型民用客机 所以当前以美国航空管理局FAA 和欧洲航空安全局YASA颁发的试航证 最具代表性 其含金量也最高 换句话说 其他国家在购买波音和空客时 只要这架飞机 拥有了FAA或YASA的试航证 基本就会获得在本国商用的许可 其实试航证只是一架飞机 从设计制造 到最后商用的最后一个证件 前面还有两个 一个是TC 型号合格证 大家可以理解为准生证 另一个是PC 生产许可证 一旦获得即可量产 但这时还不能投入商用 还要取得AC 也就是刚才说的试航证 C919既然已经签了第一单 那么也标志着 此前进行的取证阶段 已接近完成 当然颁发者仅是中国民航局 那么C919 想要在美国和欧洲商用 也同样需要FAA或YASA 颁发的以上三证 2017年10月17日 中国和美国签署的 中美试航实施程序正式生效 标志着两国民用航空产品的 全面对等互认 这种并行认证 美国和欧洲也都签署过 简单来说 你在一方完成了全部取证阶段 在另一方也会等效认证 那么也许很多人会奇怪 美国人疯了吗 竟然会跟中国签这种 对等认证协议 难道不是应该逮到个机会 卡中国脖子吗 这就要回到当时的背景之下了 就在这项协议签署生效的三个星期后 特朗普任内首次访问了北京 登门做客 手上还不得拿点半手礼吗 而就在今年2月底前 网上传说了这样的消息 美国据给C919发释航证 倒在所有英文媒体中 并没有找到这样的报道 看起来这个新闻并不靠谱 但也被大量网站和自媒体所引用 新闻虽然是个假消息 但的确不能排除美方不给的可能 因为按照中美试航实施程序 护认程序并不是自动的 还是需要向美方提供全部的认证资料 正常情况下 根据协议就是走个流程 但美方随便用个国家安全的理由 毁约也并非不可能 但要知道的是 即便美国发了试航证 像C919这种中短程双发载体民用客机 是无法跨洋洲际飞行的 而美国国内的航线 连空客都很难挤进去 客团后起之秀C919了 当然获得FA的试航证 对于未来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拓展 自然有所注意 但即便是中国国内的市场 波音预估 未来20年 中国的需求将高达8600架 飞机价格加配套民航服务 价值高达3.1万亿美元 这么一大块蛋糕 C919还撑不起来 短期来看 中国的航空公司 还将继续引进波音和空客 卖方市场依旧 所以那些说美欧不发试航证 波音空客也别想进来的 就有点打肿脸充胖子了 暂时还真的没有摊牌的本钱 C919的当务之急 是立足于国内 东航首签的这5架只是开始 如果有超过200架的C919机队 可以在中国国内安全运行 相信包括FA 亚瑟在内的世界各国 自然不会轻视伤飞 那么中国和欧洲有类似的互认协议吗 还没有 不过此前在2019年5月19日 中欧签署了中欧民用航空安全协定 虽然还没有达到 试航对等互认的程度 但我相信 关于试航和环保审定等实施细则 应该会列入去年年底签订的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里面了 随着双方的进一步磋商 具体的对等互认细则 已经会在未来逐一揭晓 好 了解了以上基本概念之后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的C919 是不是如外界所说的那样 是个拼奏柄 零件全部进口 商费只是组装了一下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 做菜的原料就摆在那里 但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满汉全席 如果真的像搭地木一般 只是组装一下那么简单 世界大飞机市场 也不会被波音和空客霸占这么久了 其次国产化问题 在这个全球化分工的时代 小到一款手机 大到之前介绍的高铁 要遭到完全国产化 谈何容易 拿iPhone举例 核心芯片确实为苹果自研 尽管基带芯片来自英特尔或者高通 但也算美国企业 但制造就要靠台积电量完成 屏幕由三星提供 镜头传感器是Sony 组装还在中国 一款iPhone手机的成功 争各位集大家师所成 但似乎没有人会质疑 苹果手机是一款美国的产品 而一架飞机 是由300至500万个零部件组成 光这些零部件 就需要数千个供应商生产 比如空客的上千家供应商 就付出在全球27个国家 其中的30% 还在竞争对手 美国本土生产 而波音也不遑多让 60%的零件来自海外 这其中就包括 1500多家大型企业 和1.5万家中小企业 此前介绍高铁时给大家讲过 全部自主知识产权 并不意味着全部国产化 全部国产化 也并不意味着 就是全部自主知识产权 C919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 其国产化率也达到60% 当然很多人会说 大飞机最硬核的技术发动机 中国还是引进外国的 这一点没说错 C919的发动机 正是来自美国GE 与法国塞丰盒子的 CFM国际公司设计的 Leap-1C C为China中国特供 当然还有A和B 分别为空客和波音量身设计 与三型飞机的空重尺寸等各不相同 所以它们发动机也有区别 网上有诸多文章对其进行了对比 等于结论 波音737 MAX的Leap-1B稍训 当然比较它们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询一下 既然大飞机的核心制宜发动机 来自于国外 中国自然就要未雨筹谋 专门为C919研制的长江1000发动机 由中航商发公司 于2011年启动研发 2017年完成首次装备 2018年进行点火测试成功 达到设计指标 今年1月通过了钛合金 低压涡轮叶片振动疲劳稿格 后续将准备装机验证 此外CJ1000的后续型号CJ2000 也在研发推进中 据悉推力将达到35吨 已于2020年完成核心机点火试车 正在进行验证机整机装配阶段 如果这一发动机能够顺利研制完成 意味着航发领域 我们将进入全球第一梯队 最后来谈一下波音 波音的话题很有意思 此前2018年10月 印尼狮子航空 2019年3月 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波音737 MAX 半年内先后失事 共造成346人遇难 此后737 MAX全球停飞 波音股价应声暴跌 原因主要是波音为了赶上 与空客A420NU的竞争 在已知 引脚传感器存在软件故障 会使机动特性增强系统 过度反应 进而误导飞行员的缺陷之下 依然允许即在2017年上市运营 其实类似的情况 在737 MAX的上一型号 737NG上也发生过 波音在巨额订单的利益驱使下 刻意隐瞒了这个自认为 几年也不会发生一次的缺陷 因为如果修改 就要重新进入取证是非阶段 上市恐怕要再拖一至两年 就这样 波音顺利获得了FVA的失航证 FVA与波音的关系自不必说 波音对FVA的渗透也其来有自 所以开绿灯是必然的 但737 MAX被全球禁飞了 这关系到的可不仅仅是波音本身 旗下几千家大大小小的零部件供应商 均被波及 波音一家公司对美国GDP的贡献 就达到0.5至1个百分点 想必去年美国经济负成长3.3% 波音也贡献不小 那么怎么办 那就是尽快复飞 2020年11月18日 美国航空管理局率先解除了 737 MAX的禁令 并在美国境内恢复其运营 FVA自然提供了巨细名移的 复飞考核认证 而737 MAX不出意外的全部满足 有了FVA的点头 紧接着巴西 加拿大 欧洲部分国家和澳大利亚 也陆续减进 但好景不长 就在前几天 也就是2021年3月5日 一架从迈阿密 飞往新泽西州的波音737 MAX客机 发动机突然故障 机长在紧急关闭的其中一个引擎后迫降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有意思的是 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前 航空公司就立刻跳出来说 此次故障 与此前印尼和埃塞航空 发生事故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无关 当然是无关 否则去年FVA对于737 MAX的解禁将成为笑话 此次事故的发生 也使得737 MAX在其海外最大客户 中国的付费希望变得渺亡 波音这一系列失败的案例 折射出的是当企业股东的利益 与社会大众的利益相抵触时 波音和FVA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尽管获得了短期利益 但长期来看 对于波音和这个品牌的打击 无疑是致命的 我此前视频通过朗讯和摩托的例子 给大家解释过 美国在通信基建领域没落的原因 而这次则轮到了波音 要知道 波音这个百年老店 是美国仅存的为数不多 仍具竞争力的工业制造企业了 那么美国政府会放任波音轰然倒下吗 自然也不会 其实此前美国的另一家老牌企业GE 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一切以利益至上的中子弹捷克维尔奇 掌舵GE的20年 缔造出了GE金融 等到交给其继任者伊美尔特时 纸面上的数字翻了几十倍 但GE已从一个注重技术革新者 转变为只关注短期利润的多元化企业 击中而难返 使得金融海啸一来 立刻支离破碎 于是美国政府出手了 利用霸权 长臂打击了GE的竞争对手西门子 并吞并了阿尔斯通 这个在此前孟晚舟的视频也有介绍 对于波音同样如此 美国政府将波音的竞争对手空客 告上了WTO 指控欧盟以各种形式将空客非法补贴 但可笑的是 美国自己却在不断对波音进行着类似的补贴 结果自然也就被欧盟告到了WTO 而正当双方互私之际 就在本月3月5日 也是波音复飞再次出事的同一天 美欧宣布休战 再暂停互相征收惩罚性关税4个月 停止了这项历经17年的补贴之争 而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 则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掌握全球霸权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 所获得的利益将是无穷的 这也是美国对去霸权挑战者中国 如此难以释怀的原因 所以C919虽然获得了首单 算是起步了 但摆在面前的困难 可想而知的巨大 你会发现 当今中国对于传统基建 高铁 航天 通信基站 这种体现制造能力的领域 几乎都是国企发挥着主导作用 除了没有上市的华为之外 民营企业一个能占的都没有 如果一家企业以短期盈利为目标 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海思 也更加不会有现在的中国高铁 时至今日 中国高铁负债5万亿的新闻 依然有人在炒作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造了吗 有些国家可能会 但中国绝不会 所以综上所述 有了诸多美国公司 尤其是波音的案例 希望未来中国商费能够引以为戒 好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